你 你 你 我看到你的影子了 想吓我 我没有啊 是吗 我只是想吓你而已 那你干吗在我外面 就想吓你 这样子 不是要吓我 谢谢 你看 好多星星 这还不算很多吧 我们去录影的时候比较多 你 你的侧脸真的蛮好看 又来这招 看仔细 其实呢 你正面是因为没有看习惯 你看习惯我的正面之后 你也会觉得我的正面很好看 你看 仔细看 有没有 像这个样子吗 你眼神不要乱瞄 就盯着我的正面看着手 有没有感觉 还不错 是不是 不错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习惯问题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 你看我看你久 我会觉得 很漂亮的你 不用看你看久 从以前到现在 我会觉得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干嘛 干嘛 坐什么 如希回家了没有 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回家 你 你不知道他怎么回家的没 那 他怎么回家的 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家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回家的 你怎么没送他回家 我 我的 你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送 另外一个女生回家 因为他是女生 你当然要注意女生的安全 不是吗 就像是 之前我们去山上 找那个林之旦的时候 我的鞋子坏了 然后你就 六五下三 来 上来 我背你 不用啊 我 我只是鞋子坏掉而已 没事 我现在很好啊 我还可以走 你今天早上的时候不是说过 不管怎么样 都不该丢下伙伴吗 还有 你 误会我怀孕 然后冲进那个妇产科 然后大喊说 我要负责 大姐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不好意思啊 请问这个门诊是在看什么的 妇产科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他男朋友 对 我是你男朋友 口气不太对 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很紧张 我是跟那个护士说 你告诉他哪里不舒服 他不管怎么样 我负责 我口气是这样 他做了什么事不是什么 对 还有就是在 下雨天的时候 还有啊 我就不想不到 谁说留你了 你就不在乎了 你就不在乎了 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 我外套 帮我 帮我 周雨 就是很注意我的安全之类 嗯 还有啊 我还把你的机车牵回来 机车也是我牵的好不好 有一下很难你这样 我被淋湿了 走开 快小心 你的车 快小心 谢谢你对我 蛮好的 你现在才知道我对你很好 你现在才知道我对你很好 那既然你知道是不是要有手表示呢 有手表示 好 好吗 可以 来吧 我想要 你直接来我可以 不怕 做咖喱 做咖喱 什么 为什么要做咖喱 为什么突然要做咖喱 因为 你就是咖喱 你代表咖喱 你长得像咖喱 我为什么 长得像咖喱 来吃咖喱 喂 我为什么就是咖喱 因为 因为 你长得像咖喱啊 我长得像咖喱 我哪里长得像咖喱 我只是很会做咖喱 你闻起来有点像咖喱 你闻喝看 我是有一点味道 但我觉得我回家洗个澡就没事了 对 就洗香香就不会有咖喱味 但是你真的就是咖喱嘛 你代表咖喱啊 而且 而且 你跟咖喱一样重要 我跟 咖喱一样的 对 因为你跟咖喱一样重要 你 让我想要为了你 变得更好 而不是 成为那个 只是为了完成爸爸妈妈生命 那天幸福 所以 我想要努力的把咖喱学好 然后 完成属于我自己的梦想 希望自己 有一天 未来能够在你身边的时候 帮上了吗 我可以把你刚刚所说的那些话 解读成 答应了吗 你答应跟我交往 好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很没有自信 想说 你是怎么可能喜欢我这种 但是 你总是会告诉我 我就是我 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只要开开心心的 完成自己 的梦想 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 所以在你身边 我就 觉得很有安全感 然后 就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上了 不做咖喱了吗 不做咖喱了吗 现在什么都不要做 也不需要收拾 我们回家去好不好 嗯 就一起坐车回家 回家去之后 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 什么礼物啊 回去你就知道 走 回家 的 好 回家 好 对 对 好 我 不晓得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